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为法的第七条 你不可以在任何的状况之下 对于议事人员要求他做或不做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权力的一个傲慢 攻击老人还洋洋得意 民进党不断在秀下线 烂倒只能欺负72岁老公务人员 那郭国文昨天做这样一个举动 真是震惊了所有的人 周安来秘书长已经是年高70几岁了 昨天他被冲创之后 要不是他有椅子在挡住 他如果万一头碰到的桌子 到底该怎么办 毁败宪政 破坏民主意识程序进行的烂窗 抢72岁事务官手上的资料 还真敢讲 而且郭国文所抢的 也不过是两本书 跟一般大家都可以看到 放在每个委员桌上的 这些意识的规则 所以说他抢这些 他到底要显示什么 真的超像在打美式足球的 笑死 原来猴子真的会抢文件 跑得好蠢 西西怎么跟斗关闹跑的时候一样快呢 告诉我们他跑得很快吗 所以我就说他昨天从头到尾的行为 完全污蔑了立法委员该有的风范 那最重要的是 只有一个字叫做蠢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携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 不含重金属 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 一起健康下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